政治消息來看 中華四代力量的酵素人把時間吹票 特別基盤音樂跟魔術的表演 來出台化動蒜成久的暗會 希望可以爭出更多鄉親的領導 無極前的動蒜聲音 選前之夜 四代力量是安排魔術師跟酵素人 帶來處理的酵素表演 在這個表演的過程中 四代力量的立委是來推薦中華館的酵素人 我相信這四年來的表現 絕對沒有辜負四年前支持韋達的大家 我們知道韋達不論是提案又或者是質詢量 其實都是彰化憲議會的第一名 同時也是七十年來議會第一個自提法案的人 我們就是需要這麼認真 這麼肯做事的人 繼續留在議會為鄉親們的需求發聲 所以晚宇要在這邊再次的拜託大家 安排這場另類選前之夜 關於王吳韋達表演 就是要用打破傳統風險來競出行動 選舉不一定要真極競 我們就是希望在測試選舉期間 去改變這個非常無聊古板 然後脆機型的這種選舉方式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發現 其實我們很少人講話 就是希望讓這一個變成一個類似同樂會 變成一個我們的儀式 大家可以享受在這樣一個選舉的氛圍 我們不是要跟人家施殺 我們就是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也把好的節目呈現給大家 我的大共調 做世話當不再是個政大法成績 既然開一大舞台 就應該要試試看 讓政體變成猝鼻親民 多重心不穩定的這種話 彩虹博登 彩虹博登